第七封在人鱼族岛屿的大笔,随着七爷声音的传出,结束了。 人鱼族这一次没有了选择成为盟友的机会与资格。 如今的人鱼族族人死亡大半,且强者都被奴役镇压,四座岛明面上的财富更是被洗劫一空, 但显然对于一个族群来说,暗中存在的财宝与底蕴会更多。 只不过这些就不是山下这个宁气弟子可以触及的了。 虽有阵法镇压,可终究还是会有很多密室于底蕴储存之地不是宁气可以察觉, 可以想象接下来将是第七封筑基修士的盛宴。 这一次七血童可是大胜,一见不知多少只雕。 他在张三倍上的队长笑了笑,似乎笑容牵动了伤势, 他赶紧取出之前没吃完的苹果,咔嚓咬了一口,表情变得惬意, 似乎这样可以让他不那么痛。 多少只啊? 张三文言好奇地问了一句, 将人渔族作为第七封大笔之地, 这只是明面上的安排, 山下弟子第一波搜刮, 接着是筑基第二波搜刮, 然后是杰丹第三波搜刮, 最终老家们第四次搜刮。 这么下来人渔族多年底蕴一点都藏不住, 统统都会被搬走, 这是七血童的第一只雕。 至于暗中的安排, 是以人渔族作为诱饵, 吸引海狮族打开传送过来, 使得刚刚突星号星号鱼饥饿状态的老祖, 可以饱餐一顿, 这是第二只雕。 另外,还能借助这一次的出手, 震慑八方一族, 使七血童的气势更胜, 这是第三只雕, 妙啊。 至于第四只雕, 人渔族所在是七血童与海狮族之间的战略要地, 站据这里, 就可以展开挖跳战术, 针对海狮族了, 我预计战争, 快了。 队长在一旁分析, 曲青听在耳中, 他对此缺少很多关键信息, 所以之前一知半解, 此刻听完后, 心地顿时了然, 可还是有些疑惑, 问了一句, 老祖突破后为何饥饿? 你不会想知道的。 队长大有深意地看了许青一眼, 与此同时, 苍穹上的七爷, 此刻带着满意的神情, 目光扫过大地, 随后一挥手, 顿时其身下大意, 仰天嘶吼, 向着下方吐出一片紫色的光流。 这片光流落下时扩散开, 形成了光海, 笼罩四个岛屿后, 传送开启。 轰鸣中, 随着许青心头松了口气, 连他在内的所有人, 都在这一瞬消失无影, 被传送回了七血同的山门。 在他们离开后, 天空上的那些筑机修士, 一个个眼睛冒光。 七爷看了看他们笑了笑, 去吧! 其话语一出, 顿时上百筑机画, 坐上百道长虹直奔四座岛, 对于这些筑机而言, 来此若没有利益, 他们自然是不乐意的。 之前因大笔进行且都是宁气修士, 所以他们也不在意, 此刻一个个墓中露出光芒, 飞速分散四座岛屿, 前去搜刮。 与此同时, 七血同组成中心祭坛内, 此刻紫色的光海突然出现, 在半空形成一道巨大的圆环, 其内一道道第七封弟子的身影出现, 纷纷直奔地面而去。 直至此刻, 许青终于注意到了回来之人的数量不到两千的样子, 里面每一个身上都存在了煞气, 去的时候四千多, 回来少了一半以上。 许青落地后, 与张三和队长不在一起了, 他目光扫过四周, 心底对于七血同大笔的残酷, 有了更多的认知。 不过他也注意到了每一个回来之人, 除了煞气外神色都内难掩兴奋, 显然是这一次各自的收获都很惊人, 甚至人群里许青还看见了小胖子。 对方之前大笔石去的岛屿和许青不一样, 此刻他站在那里眉飞色舞, 腰上赫然放着七八个储物袋, 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察觉许青的目光后, 他兴奋地一路跑到许青身边。 怎么样, 收获还可以吧, 我这一次收获大了。 许青点了点头, 只是全身如今还在刺痛, 阵阵虚弱质感控制不住地浮现全身, 让他有些疲惫。 小胖子刚要继续开口, 可就在这时, 苍穹上的光海内走出一道身影, 这身影一出, 浩瀚的秀为波动顿时镇压八方, 使得此地弟子纷纷安静, 抬头看去。 许青一样抬头目光凝望, 认出对方正是赵中衡的爷爷, 第七封的三长老。 人与族还有后续之事要处理, 丰主还要在那里等待老祖归来, 所以此番大笔的结果, 就由老夫来宣布。 你等的杀戮积分, 各自的身份令牌都有记录, 至于你们的收获大可放心, 令牌不会记录这些, 也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无论你们收获多大, 都是你们自己的事, 历代大笔都是如此, 宗门不管。 老夫此番, 只宣布列位第一者, 丁萧海, 出列。 随着三长老的话语, 人群中, 道炮残破, 明显有重伤在内的丁萧海 立刻抬头, 勉强依靠飞行服升空。 丁萧海, 或此番大笔第一, 赐核心弟子身份, 但子袍加深, 拥有上山居住之权, 不过洞府昂贵, 需你自己去买。 三长老淡淡开口, 声音如天雷回荡八方, 丁萧海情绪有些激动, 抱拳向着天空深深一败, 多谢宗门。 三长老低头看向这山下 一直以来被誉为第一人的丁萧海, 目中露出赞赏。 他欣赏为了宗门的荣耀 为取拼搏的弟子, 不过欣赏归欣赏, 他没有任何想要 施恩于对方的念头, 而且对方写的是宗门, 不是自己。 处于宗门的角度, 这样的弟子很好, 为了获得第一执着无比, 权力杀敌。 可处于个人的角度, 他觉得对方性格固执, 太注重名声, 为此宁可牺牲这一次 难得的利益收获机会, 这样的人在乱世很难活久。 而活不久, 一切施恩就没有意义, 况且乱世里讲究韬光隐晦, 要会藏。 过于显露头脚大都下场很惨, 这一点他还是很欣赏 那个叫做许清的小子, 不声不响就到了要突破的境界。 此刻随着丁潇海激动的声音传出, 四周腰包鼓鼓的弟子 一个个也都很捧场, 各自恭喜。 恭喜丁师兄! 恭喜丁师兄! 人群内, 许清听到了队长的声音, 一旁的小胖子也是高呼恭喜, 随后低头对许清感慨, 丁师兄好人啊, 一心只为杀敌, 从不和我们抢夺资源, 这七血童如果都是丁师兄这样的, 就好了。 许清抬头, 望着天空上的丁潇海, 心态如常。 在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有的重力, 有的崇明, 这里面没有对错, 虽然丁潇海的修为已经到了突破的边缘, 只要一突破就可以换上紫袍, 但或许和新弟子的身份, 是其一个执念也说不定。 许清不予评价, 但他自己知道, 自己不在意这些。 七血童吸引他的只有利益, 他很渴望成为助击, 一方面是自身变得强大可以更好地活下去, 另一方面是他很眼热助击后每个月的利益分配。 另外, 他不喜欢这么闲路头脚, 除非这么做的好处惊人, 否则的话, 藏身黑暗里会更为安全。 此刻宗门加上丁潇海后, 随着三长老重新踏入光海传送离去, 祭台上的弟子也纷纷散开, 许清立刻离去。 哪怕如今疲惫无比, 但许清不敢在七血童留太久, 实在是他此番的收益太大了。 大到一旦暴露出来, 七血童都会震撼的程度。 毕竟, 那是可以让旺古大陆大宗都炎热的命灯, 所以许清第一时间就前往港口的各个铺子, 将自己此番的零散之物, 全部卖掉换成零食。 又补充了一些福宝, 随后前往贩卖阵法的铺子, 用大笔杀戮获得的大量贡献点, 不惜昂贵购买了五套防护阵法。 这阵法价格惊人, 但效果一样极强, 任何一套开启都可让阵法内的弟子在飞旋妖态的助击出手下, 保持长时间的安全。 且只要临时足够, 其威力就能持续, 更具备一定的自身修复能力。 而五套叠加使用, 效果更好。 这五套阵法将许青在大笔杀戮获得的贡献点耗费了九成出去, 但她知道这是值得的, 于是又去了药铺, 购买了大量丹药, 毒草之物。 做完这些, 许青觉得自己准备的差不多了, 此刻只缺法周的修复。 看看法周修复需要多久, 若时间一天以内我就等等, 若太久的话, 等不了了。 许青眯齐眼, 她要尽快助击, 命灯在手, 晚一天助击她就多一天的紧张与不安。 且这一次她知道自己不能在宗门助击, 因为她不确定助击时命灯的融入, 会不会形成被外人感知的波动。 事关重大, 她不能去赌, 尤其是她在居英岛上亲眼看到了一个倒霉的人 鱼族修饰在住击时出现意外, 所以对于七血童来说, 这样的意外几乎不可能。 但许青也不得不放一下。 而有了灵溪灯作为庇护, 许青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在外面单独住击的资格, 于是此刻迈步加快速度, 直奔运输部寻找张三。 如今天色渐晚, 许青一路警惕前往运输部时, 在板泉路的客栈内, 老头正一脸心疼地围坐在其面前的大蛇, 擦着蛇鳞上的一些伤口。 你呀, 居然瞒着我去买了化形单吃下, 那玩意能乱吃吗? 你还没到化形的时候, 吃了也就化形数日, 若是吃多了, 你这辈子修行就废了知道吗? 而且你这傻蛇, 吃化形单居然是为了参加第七封的大笔, 那大笔多危险你不知道啊? 老头心疼得不得了, 擦完要怒吃到, 咕噜咕噜, 咕咕噜。 大蛇似乎很开心, 扭动身体舌头探了过来, 向着老头得意地开口。 我没骗你, 那徐小贼真的是看你的蛇的, 嗯, 你去参加大笔, 不会就是去找它吧? 老头一瞪眼, 咕噜咕噜, 大蛇不服气地叫了几声。 老头看着面前这条大蛇, 扮上长叹一声, 抬手摸了摸大蛇的头, 如一个老父亲和自家闺女说话一样, 语重心长地开口。 傻丫头, 她说蛇胆苦, 这不就代表她吃过蛇胆吗? 而且一定是吃了不止一个。 大蛇一愣, 待在那里, 渐渐眼圈发红, 似要哭了。 这张是月票三万的, 还欠一张。 我喝惯红牛, 继续写, 手速全开等我。 好。